林克颖返台称生命受威胁 病伤林克颖2010年3月在台9后开兵市 在北市中校东路四段 撞死32岁送报孝子黄俊德后逃逸 他前年被重判4年定验 他却借外籍友人的护照化妆易容 搭机落跑回英国 法务部跨海申请将他引渡 英国爱丁堡地方法院前天起连续3天 进行台籍证人视讯审理 林克颖在台律师陈达成 前夜隔海作证表示 林克颖若回台执行 生命会受到威胁 陈达成昨天受访时 对此人强调是据实陈述 而即将视讯作证的 施明德前妻爱琳达也指出 林克颖在台未受公平审判 加上媒体加油添醋 造成有钱外国人兆讨的印象 且律师一声所提的证据 都被检察官压下去 警方的肇事车照片 根本不是林克颖的 法务部发言人陈明堂 左对此反驳 强调林克颖回台执行 生命绝不会受威胁 痛批律师陈达成 5地方事 动新闻 心虚踩捞跑 报道 地团队 敲销 辑 空 辑 辑 感谢观看